郭文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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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的 不僅是中共侵犯人權 中共是自從它見證以來 一直是破壞人權 不僅是破壞人權 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嚴重的人權惡棍 一點都沒有誇張 從它當權到現在 一直都是在迫害人權 年輕的人可能不知道 我年紀大了 我還記得 他們一上課 五十年代 就在搞那些什麼 三反 五反 鬥地主 那些其實都是一種人權的迫害 人家是地主 你為什麼有什麼道理 要將人家拉到廣場 要他們向農民什麼道歉 又被他們打 打到半死 又充公了別人的田地 還有有些就運了 有些甚至被人打死 我記得 我很年輕的時候 我很年輕的時候 可能三四歲的時候 我有一次問我阿嬤 我阿嬤說 我的朋友說他們有個爺爺 為什麼我沒有阿嬤 那我阿嬤就跟我說 因為你阿嬤早死 哎呀 其實是好事 她早死 要不然更慘 我那時候很年輕 我都不明白 後來大一點了 懂事一點了 我才明白 原來我阿嬤的意思是說 如果他不是短命 是長命 兩年之後共產黨就來了 我的組織是中山 廣東的中山縣 說起來有件故事 我可能不是很多人都知道了 我家庭的家事 我的阿嬤是孫中山先生的鄰居 就是這個中山縣 翠鏗村 我阿嬤 她的老家和孫中山的老家是挨著的 鄰居 我阿嬤就和孫中山先生的姐姐是老朋友 好朋友 青梅竹馬的朋友 當時總之我明白 我阿嬤為什麼說 我阿嬤如果長命一點就更慘 因為共產黨來了 共產黨會把我阿嬤作為打擊的對象 把他上了手綁在後面 然後要給一些農民 鼓勵農民去清算他 其實很多農民根本就不想清算的 我阿嬤跟他說 我阿爺當然不是神 不是十前十美 但是他當時對那些農民是很好的 還有他還捐了很多錢 在我們鄧家村那裡 我阿爺就不是在翠鏗村 是在鄉山 現在叫鄉山區那裡 他還捐了錢去建一個祠堂和一個圖書館 因為他覺得農民的前途是一定要掌握多些知識 所以他就捐了一個圖書館 但是這樣 總而言之 我的意思是說 從那時候開始 他就一直 凡是他認為是不聽話的 或者是潛在的敵人 因為共產黨是靠欺騙那些窮人 來幫他們罵革命的 他們將那些有錢人全部說是壞人 是啊 其實那些地主其實是好人的 好像你阿爺那樣 他是地主嘛 他都是捐了很多錢出來 給一些窮人 這樣 其實很多地主是好的 是好人的 就是被這個中共抹黑 說他們是壞人 是啊 是的 其實一個地主等於一個現在的公司的老闆 總裁 這個公司總是有一個人來管的 是吧 他當時管的就是可以說一個大龍場 裡面有田家 有果園 什麼的 他是一個大龍場的大老闆就是了 那你不可以說所有老闆都是壞人 老闆裡面有好人有壞人 壞人是少數 好人是多數 農民一樣 大多數都是好人 但是也有壞人 這個沒有分階級 但是共產黨就是搞那些階級學說 階級學說 把老百姓的注意力 瞄準那些他認為是潛在的敵人 因為有錢人當時是最不喜歡聽共產黨的一套 因為共產黨是騙人的 共產黨騙了那些窮人 你這麼窮 是因為那些有錢人剝削了你 壓迫了你 你跟我們去罵革命 打個落花流水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 中共就是一個人權惡棍 到後來 要鬥那些知識分子 騙那些知識分子 他們百花齊荒 百家爭鳴 大家歡迎大家來批評我們共產黨 結果有些很多知識分子 以信以為真 怎樣 為什麼最後怎樣 其實是引蛇出動 毛澤東自己都說 這個不是陰謀來的 是藥謀來的 我們要發現哪個知識分子是對我們不好的 要改造他們的思想 很多知識分子在十個月的所謂百花齊荒之後 全部被抓 抓了入獄 去坐牢 這些就是共產黨的做法 不單是對知識分子 地主是這樣 對西藏的佛教徒一模一樣 他們不斷騙人的 1952年他還答應達賴喇嘛 你們放心 我們新的中央政府很尊重這個宗教自由 你回去跟西藏人說 不用怕的 達賴喇嘛都信以為真 回去真的跟藏人說 新的共產黨政府是很好的 結果七年之後 人民解放軍 五萬人民解放軍 大軍直入西藏 將那些無數的西藏人殺害了 當時達賴喇嘛就逃亡 逃了去印度 一直到今時今日 還在印度 這些就是人權惡君的業績 他不只是這些 一直都是這樣 因為後來壓迫西藏人之後 後來又用到維吾爾族的人 後來又鎮壓民主運動 新的盟牙的民主運動 大家都知道六四大屠殺 是吧 這些是極端的人權破壞 甚至大躍進其實都是一種人權破壞 餓死四千萬中國人 後來又鎮壓法輪功 法輪功是修煉真善忍的人 是想做好人 都不行 因為你做好人 你會不聽我共產黨的話 因為我共產黨是像黑幫的幫助一樣 我是想你們跟我去做壞事的 我們唯一要做的就是要權力 權力 權力 越來越多權力 最後稱霸世界 你不跟我做 你要修真 修善 修忍 不行 不猶而鎮壓 無數的法輪功學員是屬於中國大地的好人 甚至是最好人之一 全部受害 最後學到香港 一樣 五三 我想插一下 對不起 講起法輪功 她跟這個周庭有些相似 周庭是想拿回這個護照 被逼去送中 這樣 對於法輪功學員來說 有一個又是簽什麼保證 就好像這個周庭那樣 簽過 你簽就給你自由 你不簽就可能抓你去坐牢 甚至活責 這個也是跟周庭這一次的遭遇也是一樣的 但是周庭呢 她是曝光出來 大家才知道的 如果不曝光呢 真是大家不知道 還有很多手足之類的 香港的手足 還有很多的 其實是冰山一國 是啊 你有點神通 其實我是想講這裡的 對不起 我插了你的話 你說 很多相似的地方 很多相似 因為我們在人權工作 大家知道我在這個國際人權組織 德國最大的人權組織裡面是專門負責中國人權問題的 所以 直接是慶祝難輸 他們要抓他人權破壞 你剛才說周庭那個情況 和法輪功被迫害的學員的情況 很多相似 非常相似 有兩種相似 一種就是當他仍然在香港被送中所遇到的人權破壞 和他現在人已經在加拿大了 要去回大陸的時候 也都會遇到人權破壞 甚至很可能在加拿大都會遇到中共的人權破壞 這些是法輪功 因為我們這個人權組織是追蹤很多這方面的 不僅僅是法輪功 西藏人 維吾爾人 人權律師 民主運動的人等等 所有被人權破壞的 我們都會追蹤監視 收集情報 然後公知於世 因為唯一最好的辦法就是 全世界人都知道 中共的人權 回到周庭 他被送中 和被威脅 他要簽這個簽那個 如果不是不給他護照 這些情況 我跟你說 其實他的情況已經沒有法輪功學員那麼嚴重 法輪功的學員很多 以成千上萬給他們 因為他們修煉 真善忍 他們被共產黨的公安或者國安抓了之後 根本就沒有 你簽悔國書都不一定放你出來 他騙你的 他說你簽了悔國書 簽了什麼保證書 我們就放你出來 結果簽了之後 他仍然不放你的 經常是這樣 還有最慘的是什麼 很多法輪功學員 除了在監獄裡面被打壓 被接受酷刑 非常殘忍的酷刑 各種的酷刑 用煙頭去燒你 用電棍去電你 或者坐什麼老虎椅 打拳打腳 什麼都有 不單單是這樣 那些年輕的健康的法輪功學員 就成為他們活摘器官的犧牲者 這個可以說真的跟這個 當時加拿大一個人權律師 他調查了之後 這個大衛馬達斯 他講的一句話 真是很對的 他說 他發現他自己是一個猶太人 他曾經是幫過很多猶太人 因為被迫害 去伸張正義的 他雖然知道猶太人受到很多殘酷的迫害 但是他看到法輪功被迫害的時候 他說 他看到的事情 他有證有據的 他認為這個是我們星球上最邪惡的迫害 我們星球上最邪惡的迫害 大家知道這個嚴重是多少 他每年殺多少人 割多少個內臟去賺大錢 我們沒有辦法計出來的那個人數 但是我們知道 他每年進行的器官移植 在中國大陸 是由2005年到2015年 這10年裏面 每年進行的器官移植 是有大概6萬到10萬數目 這6萬 像他取終 我說是8萬 平均每年是8萬 8萬個器官移植 但是中共到目前為止 當人權組織 或者是紅十字會 提出來 要他們拿出證據 這些器官是哪裡來的 但是到目前為止 他們沒有辦法拿出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 開始的時候 他說 這些是捐贈的 我說OK 如果德國 德國都有捐贈器官人 人家可以完全 每一個捐贈器官人 叫什麼名字 他簽什麼紙 他願意給人拿什麼 全部都有記錄 他的家人是同意的 還有人家是等這個人去世的時候 立刻 他如果答應的話 將他要捐贈器官割出來 中共到現在沒有辦法拿出這樣的政見來看 他就說是捐贈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中國人是最不喜歡捐贈什麼器官的 因為中國很多人相信 祖先以前那些說法 如果一個人死了 如果一個人有一部分的身體不在的時候 是會為他的後代帶來不幸的 所以很多中國人不想捐贈器官 我們也查過他們的捐贈器官 少知道 少得不得了 到今時今日 都是很少人捐器官的 那個人數 我當時記得好像是幾千人 幾千人 你怎麼可以滿足每年 平均8萬個移植手術呢 不可能的 好了 到全世界的人權組織和其他組織 向他們施壓 要他們拿出證據來 他們就說 OK 我們說老實一下 其實不只是在捐贈那裡的 有一部分的器官是在那些死刑犯來拿來的 即是已經判了死刑了 第一 大家要知道在西方的人權過程 即使是死刑犯 沒有得到這個死刑犯本人的同意 你都不可以 都是你的器官 而死刑犯被判死刑 即使他同意的人都會懷疑 是不是被迫同意 因為他是死刑犯 肉除針板 所以即使是死刑犯 也都是不人道 也是違反人權的 但是都沒有辦法解釋 因為死刑犯每年在中國大陸 共產黨是不宣布有多少個死刑犯 是國家機密來的 我們人權組織通過各種權道去收集 有不同的統計 最少的是每年2,000 最多的是7,000 即是由2,000到7,000之間 每年被判死刑 我拿的取終 譬如說4,500 4,500個人被判死刑 怎樣可以滿足6萬個器官移籍 將你捐贈的又是幾千個 加上來 最多最多加上來可能是8,000 8,000個人的器官怎麼可以滿足6萬到10萬的器官移籍 後來我們發現原來很多健康的 年輕的法輪功學員離奇失蹤 被他們關了之後永遠不出來 他們的家人 有些根本連通知都沒有通知 就是消失了 在地球上消失了 你的兒子 或者你的先生 或者你的朋友 都消失了 或者女兒 真的非常慘無人道 有些可能比較所謂行運的家人 就得到通知 說你的兒子或者你的女兒 在監獄裏面自殺了 或者心臟病白白死了 骨夫現在你可以去領 很可怕 這些就是 所以說破壞人權這個詞都不夠形容 是非常邪惡的人權惡棍 所以他們在香港打壓香港 就是反送中運動的時候 我是相信的 第一 他們97年以後 已經將香港的警察 進行非常高效率的洗腦 因為其實香港警察 在97年之前 在亞洲是屬於最合情合理的警察 是不會動不動的濫用暴力的 這是香港警察有了名的 因為可能 有一部份是多得英國的傳統 但是在歐洲都是 英國的警察 一直傳統上是被認為 最少用暴力的警察 但是當然到現在 這個世界恐怖分子 法藍 有時候用暴力的 但是它總體來說 是盡量避免用暴力的 香港警察都是一樣的 出動這個殘留的暴力來鎮壓 非常少 但是這次反送中 就完全反常了 為什麼 第一 二十年的洗腦 中共所謂接管香港之後 不斷洗腦 還有將警官換去拒要的人 包括現在的特首李家超 他完全是警察頭 就是警察的手 還有 當時 反送中 我相信這個消息就是 中共當時認為 開始的時候 香港警察還沒有夠強硬 所以當時還派了很多 大陸的武警去香港 穿起香港警察的制服 所以為什麼很多記者 拍到一些 一些示範 某些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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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警察 不懂得說廣東話 或者說廣東話 是很強烈的 口音 很可能他們是大陸過來 我說不是很可能 是完全可能 完全可能 所以 你看看 對於香港人 他是這樣做的 所以我可以完全理解 周庭 他現在不想發 他應該沒有發 因為為什麼 我們知道很多 在德國 或者歐洲 類似的情況的人 不是香港人 我說的是以前 其他被迫害的人 比如說民運的人 或者是法輪功的學員 他們已經得到政治庇護 留在西方國家 當他們說 有些是不需要政治庇護 是作為移民 就到了德國 我認識有幾個口 很早就來了德國 他們來德國的時候 都還沒有法輪功學員 在德國 遇到法輪功 開始修煉 他們想回到家裡探親 幾乎每一個 去中國大陸回來 都跟我們說 在中國大陸探親的時候 有國安的人去找他們 因為他們已經入了德國籍 我現在說 他們已經入了德國籍 或者已經有永久居留 他們就沒有那麼容易 把他們抓去坐牢 但是他們會做什麼呢 跟他們談 談來講 中國現在怎麼發展偉大 西方人不想中國崛起 所以用了一種辦法 講這些洗腦的事情 還有他們會提出要求 要求是什麼呢 你幫他們做事 他們就 歡迎你以後再回來 不會跟你搞麻煩 那他們回到什麼條件呢 你要回到德國之後 你要幫我搜集 法輪功的訊息 誰是法輪功 住在哪裏 誰是他的朋友 他是什麼職業 什麼什麼什麼 你幫他收集 提供給他 他就說 以後歡迎你回祖國 探親 搞這一類的 這些人 他的做法 和黑幫是沒有分別的 黑幫都不是動不動用暴力的 你聽我說 我就不用暴力了 很簡單的 他就是要每個人聽他說 你不聽我說 我就全都可以了 所以我非常明白 我也都同意 我覺得周庭這個決定 可能以後都不再回來 他可能說 值得一些領語 不會回香港 他應該說 共產黨一天存在 我就不會回香港 那就正確 中國沒有了共產黨之後 我建議周庭可以 正堂堂正正地回香港 我也會回香港 是啊 到時所有的手足都可以回到香港了 新香港 是啊 我現在不去香港了 對不起 可以講一個小秘密給你聽 就是我以前 就是2014年之前 不是2013年 其實2013年之前 我久不久都會回香港 但是2013年的時候 德國安全部的人 來找我 我說 喂 你因為是人權人士 我建議你最好不要回香港 因為為了你的人生安全 我當時都挺佩服德國的安全部 他們消息很靈通 他們當時都還沒有發生 反送中 國安法 他們已經跟我說 他說 他很早 他2003年就跟我說 你不要去大陸 去香港還可以 就是為了你的人生安全 但是2013年之後 10年之後 他就跟我說 香港你都不要去 為了你的安全 還有教我 怎麼樣 注意什麼 就是德國 注意哪裡 注意什麼 他們會盡量保護我 但是呢 我自己都要注意安全 那你就明白了 共產黨那些滲透 是無孔不入的 不過呢 我也有幸住在德國 因為德國那些 安全部和德國那些 反特務的人呢 是比較效率高 比較效率高 他們都知道 中共那些特務在德國 在做什麼事情 只是有時候 他看到他都不出聲 因為我知道 有時候他們是想一望打盡的 所以找到一個特務 他就要知道 所有你的同伙是哪些人 還有他們很厲害的 他們有一次抓了一個 專門為中共做間諜 做特務 來刺探這個法輪功的一切 一切詳細的事情 就是法輪功準備做什麼 他們現在是不是準備搞示威 在哪裡 或者做什麼 總之他要什麼都了解 這個人 結果在2010年的時候 被德國的安全部和盤拖出 還交警察官來控告他 控告他 說他一直在從事 大概有差不多10年的時間 從事為中共的國安局提供 關於法輪功的所謂情報 就是法輪功的消息 還有這個是違法的 但是在那個控告書裡面 我們有些非常印象很深 他們作為一個證據還說 這個人某年某月某日 在北京某某飯店 見了國安局的某某官員 在那裡長談三小時 他們都知道 還有這個國安的人來到北林 在德國和中共大使館的一個官員 又是在某某咖啡室和他見面 又談了不知多少長時間等等 全部給他憲復了 非常詳細 還有這個人寫了300頁的報告 關於法輪功的 就是那些很無聊的資訊 譬如說某某人住在哪裏 誰是他的朋友 他的愛好是甚麼 職業是甚麼 他經常和哪些人有來往等等 就是搞這些事情 真的 結果因為德國的安全部很厲害 所以他的律師都沒有辦法 他只可以叫他 你認罪了 你不認更慘 結果就在平常全部認罪 全部認罪 罪名成立 所以這個 我要說的是西方那些 雖然西方那些政要很多 為了中國的市場 他們最近幾十年來 好像不太理會中國人權 但是每一個西方國家都有一個安全部的 都有一個特務反間諜組織的 他們一直很清楚中共是騙人的 所以有時候這些安全部的人 他們是對他們的政府有點失望 那些政府的人不是傻了 他們都知道他們會做這些事情 但是呢 看錢份上 為了不得罪他 得罪了共產黨 可能沒有生意做 那他就 他也都 你裝假騙我 我又裝假騙你呢 我就你好我好 做了生意再算 但是他們 他們所不知道的 當時 不想到的是什麼呢 你和他做生意 本身不是一個措施 但是你和共產黨做生意 就等於和黑幫做生意 最後你的經濟呢 會嚴重依賴共產黨 那時候呢 有朝一日 共產黨對你越來越不好 你想和它斷絕呢 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你有依賴 你依賴很多中國的貨物啊 中國的什麼供應鏈啊等等等等 這些全部的依賴性呢 是會被他們利用作為武器來對付你的 我經常是這樣提醒很多西方的政要 所以總之 講回來周庭呢 我完全很理解 他現在決定是不再回去 我希望周庭呢 很快有朝一日 和我一樣都願意回香港 那就是說呢 共產黨就已經跨了台了 我講一時來講 我提到一個事 我在北京也好 香港也好 大陸其他地方 我有很多朋友 他們經常都想我回去 和他們見面 但是他們都知道 我之所以不回大陸 是因為共產黨 對我有人身安全的威脅 但是他們現在最近這幾年 經常寫信給我的時候 他們會寫 唉 我們現在真的很希望 很快 你就願意來中國見我們了 其實他的意思就是 我們希望很快 共產黨約會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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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 真的是這樣 但是有 密碼來的 是啊 所以就是有無數的周庭 真的有 都是有無數的 好像吳山那樣的 就是回不了香港的 香港的手足很多 是啊 是啊 所以我都非常希望 有朝一天可以 處自由回香港 唉 他們真是共產黨 真是害人不前 香港一個這麼好的地方 讓他們搞成這樣